哈喽,今天是2022年1月3日星期一,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大家好,我是陈薇。 今天是2022年美股市场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似乎延续着去年年底出现的圣诞行情,大盘继续保持着再创新高的趋势,而一些热门股票也表现出强劲的势头。 其中最紧人注意的就是以特斯拉为首的电动汽车的板块了。 那在新的一年刚开始的时候,特斯拉就以一个跳空大涨打破了去年11月初以来的下行通道,给投资者带来了很强的信心。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新的一年中以特斯拉为首的电动汽车板块能否再度的乘风破浪。 那特斯拉股价今天能够打响一个开门红,当然了,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个大大的开门率,主要是得益于它们最新公布的全年数据。 整个2021年,特斯拉交付量达到了93.6万辆,几乎要打破100万大关了。 这比2020年大约50万辆的交付量是实现了几乎翻倍的增长,远远超过了50%的增长预期。 这里市场感到了惊喜。 其中主力产品依然是Model 3和Model Y,合计的产量达到了大约是90.6万辆,实际的交付量大约是91.1万辆,而剩下的交付量则是来自于Model S和Model X。 那光是在第四季度中,特斯拉就已经生产了超过30万辆的汽车,交付接近31万辆。 那从产量的来源上来看,2021年上海超级工厂的产能是进一步提升了。 截至2021年的11月的时候,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年度交付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辆,同比增长了242%。 并且去年第三季度的时候,上海超级工厂的Model 3和Model Y的季度产量已经首次超过了美国Fremont工厂,从而就加快了特斯拉的全球交付速度。 这也令大家开始期待,之后的德国超级工厂到底会给特斯拉的交付速度带来多大的提升。 那考虑到疫情局势的反复导致的芯片短缺和供应链的问题,已经令整个汽车行业的产能问题是变得尤其突出的。 但是呢,特斯拉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影响,这就令市场对他们给出的这些数字更加的印象深刻了。 而这里面呢,和特斯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垂直整合程度比许多汽车制造商都要高,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那由于自主研发的完善,特斯拉是有能力选择新的微控制器,从而绕开目前短缺的芯片种类,并且重新设计相关的软件使其与其他的芯片兼容,这就能够迅速的为新供应商的芯片开发全新的固件。 所以呢,对于传统的汽车厂商而言,成熟的供应链能够为他们带来稳定的产品质量,但这背后也就意味着已经成型的利益分配体系,要重新选择供应链并进行产品认证的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此传统汽车厂商转变芯片供应渠道就会变得很缓慢了,但是特斯拉则能够快得多,这就能够帮助他们去避开芯片短缺问题的影响。 那这里呢,也再次体现出了新型的电动汽车企业的灵活性,那如果芯片短缺,持续对汽车产业形成影响的话,特斯拉相比一些传统整车厂的优势将会进一步的扩大。 而另一方面呢,如果本身就没有传统汽车厂商的那种产能基础的话,即使研发能力同样不弱,但在解决产能问题上面依然会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的造车新势力,还是美国的初创企业,在融资能力已经比特斯拉早期环境好太多的情况下呢,依然会发现,想要迅速的增加产量还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呢,参考最终的全年数据,市场对于特斯拉汽车的巨大需求,以及他们提高产能的能力,在结合无论是电池还是自动驾驶方面的进展,特斯拉呢,正在不断的加强他们的竞争优势。 而这个竞争优势呢,无论对于传统的汽车厂商而言,还是新兴的初创企业而言都是存在的。 甚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特斯拉实际上已经展现出了打造自身品牌生态系统的潜力。 在结合过去的一年中,实际上特斯拉经历了不少问题的考验,但最终股价都能够保持着不错的涨势,这就令这只股票的基本面是越来越稳固的。 它们还将继续成为整个电动车板块股价走势的风向标。 但我们还是看到,尽管特斯拉取得开门红,但放眼整个电动汽车板块的话,也是属于涨跌不一的。 这就显示出,特斯拉的强势对于竞争对手而言有带动也有压力。 例如对于中国的造车新势力,以及对于美国新兴的Rivian和Lucid这些拿特斯拉作为竞争对手的公司而言都是如此。 现在可以判断的是,整个电动汽车行业的增长可能会在2022年延续下去, 毕竟整个汽车行业的转型还在过程中,距离结束依然很远。 但问题是,谁会从这种趋势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那对于特斯拉而言,竞争的威胁会越来越大,而从投资角度来看的话, 当人们被他们强劲的表现宠坏了之后,如果出现一些表现上的波动, 失望情绪是否会卷土重来,这是需要观察的。 毕竟所有股票的股价都是在预期和现实中徘徊的。 那现在特斯拉的技术面呢,就需要看一看突破了这个下行通道之后, 能否真正齐稳在这个上方,从而为下一轮的涨势奠定基础。 而对于竞争对手而言呢,尤其是初创企业而言, 有订单是好的事情,但有了订单不代表就能马上成功, 只有真正交付了才能够获得实际的收入, 才能够获得业绩的表现,才能够真正的改善基本面的前景。 而这些过程中,每一步其实都会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 除了那些直接同车型硬钢的公司需要继续承受压力以外呢, 在特斯拉推出更多的车型,例如皮卡之前, 错位竞争的竞争对手也需要在皮卡、SUV这些热门车型上继续发力, 才能在宝贵的发展窗口期内率先抢占市场。 那明天呢,在经济数据方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美国的ISM制造业PMI指数。 另外呢,还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石油协会,也就是API的原油库存报告, 那这对于明天的市场情绪应该会带来一些影响。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那在这里要再次感谢一下大家过去一年的陪伴, 同时呢,也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中呢,一切都有一个好的开始。 还有就是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还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有我参与开发的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已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我们明天再见。